香港不斷有新建設 我們當然要不斷出去嵌拆, 是不是? 兩位美女, 去哪裡? 很骯髒, 骯髒 我? 還睹眼睹鼻 又是我? 師父不是說是你 是說這裡很大層很骯髒 你說這個沙中線, 沙中線地盤 不過有排氣, 但 起好自由對香港人運勢很有幫助 好, 好, 好 沙中線全長17公里, 設有10個站 由大圍站經東九龍連接西鐵線 而紅磡至金鐘段 是現時東鐵線的延伸 由紅磡過海連接至港島線 整個項目費用高達接近800億港元 估計啟用日期是2018至2020年 師父, 整條沙中線 對香港運勢有什麼好處? 好處就大了 本來馬鞍山出道大圍就要轉車了 打通鐵路後, 馬上就去到香港島 馬上把馬鞍山的地氣帶到香港 香港的地氣帶到馬鞍山 對馬鞍山好處就大了 馬鞍山是西北水 七運不關他的事, 八運不關他的事 要九運2024後才起地運 等到2024就成了10年 但一打通地氣之後 就加速地運發展 整條沙中線最短目的就是我們身處的 土瓜環站 因為站起來的時候還能找到古蹟 其實從這些古蹟來看 已經知道很久以前這裡就有人居住了 是不是這一帶自古以來已經是福地呢 就對了 原來我們站在龍脈所在地 絲絲山的套法脈就落到九龍仔山 扭著扭著就扭到這個土瓜環 原來土瓜環有個高山劇場 這真是山, 對吧 再出荷文田, 然後油麻地 尖沙桌, 再穿上太平山 所以站在龍脈所在地 師傅, 這麼大工程 要幾年時間才完成 我知道凍土是風水大忌 不知道對附近的店舖 會不會有很大影響呢 一定影響很大 對, 因為家裡看到凍土會生病 公司或寫字樓看到凍土 就馬上生意下跌 所以你看到沿途這麼多吉兔 有些是大減價招來, 很棘手 不過想知道實際情況 不如找一頓問問吧 走吧… 怎麼樣?凍土之後有多大影響 凍土前面就很空氣, 沒什麼人罵 吵, 日後飛鋒時很吵, 沒什麼人走 沒有人走, 自然沒有生意 在單位門口做生意, 扣這些客人 師傅, 老闆這麼濕 有什麼可以幫他? 唯一最簡單的辦法 就是舖的東筆和西南筆 八顆白色石頭 橫橫掛了一顆在白色卡紙上 特別旺人丁角 希望多些人流進來 門口的左右可以放水 引材入屋, 還要不止 上面角要放鏡子 向外面吸收材料進來 希望好一點 不要跳 坐… 這裡不僅有東西吃, 還有東西看 太多了 真離譜了 對, 這個時代還有童工嗎? 什麼童工?人家是老闆娘 老闆娘, 拜託你試試看 師傅到了 對, 順道帶他們兩個來看 風水 對, 如果不是看什麼 那就對了, 不如一邊吃一邊看 好, 那就不客氣了 好, 走 熱熱熱的 剛剛新鮮炸的 小兒特地來招呼我們 沒錯, 這是特色食物 小兒, 為什麼你最初 會有開綿電的構思呢? 原因是我自己為食 很想把我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還有香港很多地道的食物 都可以帶給觀眾吃 或者帶給朋友吃, 最主要是這樣 師傅, 其實做生意這件事 有沒有人適合做什麼 或者不適合做什麼 譬如就以小兒為例 小兒適合做飲食嗎? 其實沒什麼所謂 不過一般人想要木火的就做木火 就不要做金水 相反, 要金水就不要做木火 其實最重要是行不行運 行運不得得, 不行運什麼都撿 不過有支小兒的命要火 原來飲食也適合她做 因為飲食熟火, 因為要煮 師傅, 你覺得小兒的店怎樣 這樣就要出去看看環境才行 還以為已經一流 好, 出去吧 要觀察 好, 出去看看 師傅 是 街上的風水究竟有什麼東西 益我的店舖呢? 街上的風水看過了 街上的車子這樣繞進來 剛才胡形包著你這裡 又不可以直去 又繞在那邊繞在那邊 那裡叫玉帶環腰 我以為這裡是玉拒環形 玉拒環形, 只是你而已 玉帶環腰… 那就好東西了 對, 但我有觀察過 街上陰中大陽, 陽中大陰 都是做一些有特色的東西 容易做一點 我不要只賣傳統的車仔麵 沒錯 加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對, 還要不止 電池這樣來的 是 電池這樣來, 你別讓它這樣走 有個招牌, 難得去繞進店舖才行 就差招牌橫著 沒問題, 聽你說 我們遲些把招牌放在那裡 師傅, 剛才看了外面的環境 進來店舖 究竟有什麼東西可以再收拾一下 那就簡單了 門口左右放水中植物 引財入屋 放進來這邊 對, 進來, 因為水為財 原來你的財位是這個桌子 在這邊嗎 對, 逢是左北向南 財位就是這個位置 原來收銀能夠的位是搬來這裡 而且逢是向南的屋或店舖 右下角是最壞的位置 我看到你的廚房煮少許東西 是 原來廚房是壞的位置 吵架、爭執, 人們沒那麼和睦 可以 就把狐狸頂住 讓牠們更和睦, 比較和睦 沒錯 如果我想, 人們在這裡 不只是吃完一碗米粉, 走的 越吃越貴, 應該可以怎樣 那就簡單了, 你的貨桌坐北向南 本來旺財不旺丁 旺財是什麼意思? 本來應該做貴價的東西 是 人口不用太密集, 坐在這裡坐很久 我們吃地道食物 那就錯了, 做地道鮑魚、花膠 紅酒、白酒、香檳 那些都很地道 對, 那些是貼物 對 總之我賣鮑魚, 當作飲料 沒錯 貴價的東西 鮑魚、花膠、麵, 麻煩你 好, 人們可以進來吃貴的東西 因為這個店舖的位置是利貴的東西 所以鬥便宜就沒用 原來是這樣 我這間店舖的顏色, 你也看到了 主要是黑色、灰色 或者這些木的東西 對 對嗎? 我記得不適合你 你冬天出生要青紅紅橙紙 幹嘛這裡白金文黑杯藍 那怎麼辦?師傅 因為我…不僅是我一個老闆 有拍檔 我的拍檔是鹽靚人 他打你多, 還是你打你多 那就別管你了 一見白金文黑杯藍 以後都白金文黑杯藍就行了 所以他全都說了 我完全不敢碰他 沒錯 不過你走運, 多點來坐 他也走運, 這樣就不怕了 現在生意這麼好 好, 師傅, 你看得這麼小 總體來說, 值多少分 90、80、50 即是怎樣? 對 食物值90分, 風水80分 至於老闆娘的吸引力50分 而且很熟的價錢 怎麼搞的?這麼少? 差不多了 說多一點 55元 師傅, 我不管了 五金餐你自己給我, 我不會醒你 大小孩吵我 有沒有人可以給我點東西吃? 來…乖乖, 掛一下葫蘆 這個葫蘆不是用來吃的 這是花餅葫蘆, 用來花餅 行不行? 不知道, 問問師傅吧 葫蘆不能亂, 放的 這個要放在家裡永遠叫五鬼位 是永遠病位才行的 隨便放個葫蘆 不知道發不出病, 還加病 學人亂放, 還掛在身上 發酵消耗很辛苦, 有沒有人可以給我一杯水 水來… 這麼鹹? 這杯水是用來放的, 不是用來喝的 放? 這杯是安忍水 做法就是把鹽放在水裡 直到它溶不完位置 再放在正確的位置 就可以幫你化病了 什麼原理? 我怎麼知道, 問他吧 原理就是原來每年有病位就熟肚 肚生甘, 甘就虧肚氣了 原來銅就是熟肚 用鹽氧化的銅就散得快一點 就散了病氣, 就不會生病了 八哥, 燒好冷 有沒有人可以給我一張屁 來…送抽鑰匙給你了 鑰匙也不能蓋 對就是不能蓋 不過化病就很洗得了 吳俊, 問問師傅吧 原來病位熟肚 好, 鑰匙熟金 還有七條鑰匙又熟金 金加金也是同的 化病很小, 再溶一兩… 這樣混合, 這麼嚴重 怎麼辦?師傅 還是看醫生比較好 人來啊